大小姐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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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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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着手了 不是 鸡跑了 走走 快快去追 真成老妈子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 算了吧大小姐 你在这儿待着吧 三个女人抓一只鸡 让你就笑话 走走走 二小姐快 来 来 瑞杰 差点 快快快 抓住她抓住她 你从那边堵住她 你别让她跑啊 我 喂 太太 是我 老爷已经走了 对 他上火车了 我 老爷让我不用去 对 我回来看房子电闸 有没有关好 别客气 谢谢 好好 好 再见 好 你 首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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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我帮你寄 我帮你寄 少清君你不是 我没死 我从火车上跳下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为什么不去宁波了 为什么 公务管他把书的事情都报纸了 少清君 其实有些事情你早就应该想到 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宁波 然后跟太太出国去吧 他出去 少清君 我帮不了你了 我已经调职了 调职你去哪里了 我是个军人 应该去该去的地方 在这里做的事 我也不能接受 有的时候 想想我的国家 不说了 你快走吧 别耽误了 大主君 是 还有事吗 我今天早晨 在车站交给你的那个信封 你寄出了吗 少清君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 就一定会做 我一出车站 就寄了出去 谢谢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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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跑了就跑了吧 大不了也能做吃鸡了 韵脸呢 这真奇怪了 一到吃饭家里人全没了 要不我去执房把舒晗找回来 别去了 舒晗在执房那是正事 这个范伯卿 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也不看看表姨去就一个下午 你说这家也怪了 周末还一屋子人 这天没黑全跑出去了 瑞杰 先把娘的饭去做了 咱们晚点吃等等她们 好 好 走 好 我这个死饭不清 这个死饭不清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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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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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去今天 二天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早上出的事情你知道吗 我大概已经知道了 我去了天一阁 舒涵已经告诉我了 你去天一阁了 今天吗 我看到你和孩子们在玩 我就没有打扰你 你找我什么事啊 舒的事 你好 我想问一下去宁波的火车 什么时候到 今天没了 是不是舒涵已经知道了当年调到那批书的下落了 起码是线索什么的 所以舒涵去上海查书的事情 可是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去呢 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呀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呢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丢的这批书和我们的熟人有关 舒涵怕是没有证据 他怕是产生误会 所以 子文哥 你的意思是 我也只是瞎猜 因为这不是舒涵的做事方式 他这个人不是直来直去的吗 也许他现在变得成熟一些了 你不要多想 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会出什么事 知道吗 子文哥 是 少亲他 应该不会是他干的 可是他送我回来的时候 他是接到日本人一个电话 说的是有关书的事情 可是他说 玉莲 我知道你心里边闪的什么 你可千万别这么猜想 少亲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再说 你已经是他的太太了 你就应该更加地信任他 我是信任他的 从来都是 所以这件事情 我跟谁都没有提过 可是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只有能跟你说一说 只要不然我心里就乱糟糟的 不过现在好多了 子文哥 你说得没错 我是应该信任他 你只有互相信任 你心里边才会觉得踏实 再说了 你们家那批书 已经丢了这么多年 怎么会这么巧就在少卿手上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就放心吧 啊 这么多年没见到你 你还是那个样子 爱操心 以前是书寒 现在是少卿 还有天一格 你啊 有时候就要把心放得宽一些 要不然总是累着你一个人的心 知道吗 那有什么办法 谁叫我就是个累心的人呢 反正有一些事情 丢在了我的心里 我就怎么也放不下了 那也没办法了 我自己都知道 我想我这个毛病是改不了了 反正开心一些就好了 好了 天色已经不早了 你赶紧回吧 不要走夜路啊 小文哥 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吃饭 敏仪说了 要大摆宴席尖风洗尘 说不定 现在他们两个正在杀鸡脚鱼呢 我就不去了 还有好多活没干呢 再说 过去我也不能喝酒 你也是知道的 我一沾酒就醉 说韩前段时间 还有一坛子黄酒隔到这儿 我估计他自己都忘了 你现在能喝酒了呀 我记得 能喝什么呀 我还是跟你一样 一喝就醉 你看我找老是一个人 拉里拉遢的 也没来得及收拾 这些信 你还留着呢 橄楼 还不留着呢 还是孩子没有做一些材质 我留着他 做个样子 我我走了 我走了 太太 大太太 瑞姐 这三老爷已经送走了 戏班子我也去了 这全都安排好了 是吗 什么戏码 是陆老板唱吗 是小路唱压轴 临冲夜奔哪 这堂会我问了 太贵了 我就定了最好的座位 我弟说了 这不能要钱哪 就算是他呀 孝敬老太太的受礼了 不让外人进 那怎么好意思 陆老板的人真是仗义 对了大新 明晚给老太太做完寿 续散了 请她一块削个夜 咱们大家都去热闹热闹 行 这没问题 瑞姐 明天娘大寿 别忘了提醒舒嵌 别又在织房待一天 把子文大哥也叫上 咱们家趁着这事 应该转转运势了 这个范伯卿 真是玩疯了 他不饿也不问问孩子 这我说呢 怎么建立就你们两个呀 这感情全不在呀 这不经少爷上哪儿去了 谁知道啊 说是去放风筝了 会 我知道了 可能在墓园那边 那这样我去找找他 对 你去找找他 让他赶紧回来吃饭 他呀 是几年不出门 这一出门就不回家了 大小姐 大哥也不是爱玩 他刚才带两个孩子出去的时候 说是要去戒烟 他说啊 他今天一定要把烟戒了 什么 戒烟 他今天还真是一天没抽过了 瑞金怎么不早点给我讲呢 我想大哥今天要是能把烟戒了 你该多高兴啊 所以我没说 想让你开心一下 傻丫头 这哪是一天能戒得了的 她要能戒 八百年前早戒了 大兴啊 还是赶紧去找她 别烟瘾上了 再闹出什么事来 好 我现在就去 大小姐 都怪我 我 我不知道我 哎呀 傻丫头又没说你 不懂才好呢 这一年跑哪儿去了 不会跟你讲了吧 她 她 她可真没跟我说 我不骗你 我跟你开玩笑的 行了 绿姐 咱俩啊 就在这儿等着 小姐少爷回来开饭吧 大伯 大伯 大伯跟我疯伤吧 大伯 爹 大伯 爹 大伯 爹 小伯 爹 大伯 爹 大伯 你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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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咱们回家了 爹你醒醒 哎 这位太太 要不进来尝尝正宗的桂花年糕 这可是宁波的特产 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 太太 您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您是从大地方来的 上海吧 到了宁波 是一定要吃年糕的 丁老板 您都不认识我了 我是范玉莲啊 大小姐啊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连您都不认识了 赎罪赎罪 这哪能怪您啊 我是好久都没回来了 真是的 我怎么连您都不认识呢 正是老糊涂了 儿子 儿子 快出来快出来 爹 怎么了 你来看看 这是谁来了 大小姐 银行 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 刚才大小姐从这路过 我就看出来了 不过我没敢认 我倒不是不敢确定 我想大小姐一直在上海当阔太太 又很少回来 怎么会一个人在街上走呢 你也应该喊我一声 让我出来看看 大小姐很难见到的呀 大小姐 要不您进来吃盆年糕吧 哎 对对对 不了 家里人还在等着吃晚饭呢 改天吧 改天一定来 哎 哎 那好 哎大小姐 改天 一定得来啊 姐 你可回来了 哎呦大小姐 你跑哪去了 你们范家三个人都不在 就是我们俩不姓范的 在这耍等 行啊 我一路说的 我出去散散步 走着走着忘了时间了 不过啊 你倒还算是第一个 真的 走锐姐 炒菜去 走 你也得去啊 看你还跑 大小姐 大小姐 快 这不信少爷晕倒了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这怎么了 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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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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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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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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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寫了 沒事沒事 中に入ってみようぜ 人都走到了吗 差不多了 只是那个什么人的太太和助手还在宁波 已经派人去办了 这些个犹太太 该回最近的地方去 竟然跑到这儿来 搞什么印刷奖爆炸 简直不足量力 他们一定以为 有几个钱就开回来呢 嗯 宁波天一阁 还有他们的合作 就新疆的老头 该怎么处理 龚本先生放心 都安排好了 只不过您说那天一阁 不能烧 那我们 他们不是有个造制法吗 天一阁是不能烧的 将来还清晒了天阁呢 不过 直风还是可以的 今晚给他们天经高 对对对 对对对 真不喜欢看到 炸样落败的景象 可是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只有通过这些 才会同意 才会台平 如果 ske評来 放进镬皮 便 森羽 какая 嗯 Understanding 看 可 在 noir 对的 好了 我走了 你们留几个人坐在这 不然外人进来 要是有人回来 就抬走 请姑妹先生放心 我们几个都留在这里 守着点 我会安排人来这儿请你 好 那就让你们费心一点吧 好 姑妹先生 慢走 皇爷您看这 咱们再喝 和尚 其实你呢 叫你太太 他们住在这里也没关系的 这么大个房子嘛 人多一点也好 要不然空空荡荡呢 我看还是让他们回去吧 老爷 我也就没想到您能原谅我 我今天实在是对不住你 可是 我也害怕呀 那正事 我从来没经历过 你别说了 我不会在意了 还我我也一样 谁不爱惜自己的命啊 对啊 您不是也逃回来了吗 你错了 我就不怕死 我回来是想找这帮王八蛋算账的 我想跟他们拼了 可是我没用啊 老爷 您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是条汉子 他眼下的局势 不是一个人的事 不要我们老百姓 你 都过 饭吃 您留过羊 又有钱啊 我看您 该吃足了 您还有好日子在后头等着您呢 我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玉莲也不会原谅我了 总就是一日夫妻 百人 我看您还是接上他 说他几句好话 等你们一起 去了国外 过他好日子了 这不就行了吗 对 一日夫妻百人 玉莲会原谅我的 她是爱我的 二三 你跟你老婆怎么认识的 我们 我们就是没人做的没 父母准了就娶 进洞房 我都不知道他长得啥样 我可跟你不一样啊 我从小就认识他 我见他第一面我就喜欢他 我见他第一面我就喜欢他 你别看我每天做生意 应酬 我这辈子我最爱的女人就是她 她是最好的 我哥怎么样了 睡下了 先是头疼 我劝他抽一口 他折腾了半天 刚睡着 我哥这一病怎么回事 到现在怎么都检查不出来 真是烦死人了 我劝他抽一口 瑞杰呢 去哄孩子睡觉了 她心情也不太好 这舒寒怎么喊不回来我真担心 瑞杰可是个好女人 这舒寒的心思我真猜不透 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吧 那个外国女人又来宁波了 是吗 就是我跟你讲起过那个 长得 知道 长得像若云的那个 对 他来找舒寒的 也不是 他现在嫁人了 是个外国老头 正好 我爹跟许大哥的生意 是跟他合作 所以就来了 真神明 鬼使神差呢 我真担心舒寒去找他 不过我昨天去找过明依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舒寒应该不会去找他的 我知道 舒寒今天没去职房 他去上海了 查书的事 怎么这么大的事 也不讲一声 去上海查书 不是已经开口查过了吗 还查什么呀 他 反正我也不知道 等他回来我们再问他吧 大小姐 那俩小的终于睡了 我去了娘那儿 娘说明天的寿日他就不过了 我说都已经安排好了 娘也挺开心的 说家里人难得凑得齐 那就过吧 娘说好久没听戏了 看不见 婷婷也挺开心的 他俩人家开心就好 正好我也想听 这两天总觉得心烦 云莲 你觉不觉得人有的时候 就会莫名其妙地烦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会 瑞琪呢 会不会 也会 是 事要这么说 咱们三个女人凑在一起 不就只剩下烦了吗 可不是 哎 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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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忙了点事 回来再吃了点 你怎么一去就是一整天啊 瑞杰 她最喜欢去纸访了 以前就是这样 她现在也是 一去就一整天 还经常在那儿过夜 这子文哥也是 也不替瑞杰想想 是不是瑞杰 没错 今天大小姐做了一桌子菜 我们三个还吃剩下一大堆 对了 你饿不饿呀 忙了一天了 我给你去热点 那 那 那行 吃点吧 要不我去帮你热 不用不用 我去就行了 那个 你就在这儿等我 热好了 我给你端过来啊 我也困了 我得先去睡了 明儿二十年的收日 还得早起呢 那我也去睡了 你自己小心点吧 不要得太晚了 我去做吧 乖 看来 我去睡觉了 睡觉了 我就来自大家穿没有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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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啊 睡觉了 睡觉 因为行了 咪睡觉了 坐睡觉 睡觉到睡觉 好 嫂子 初晗 我长话短说 我问你今天是不是又去见明尼了 运连说你去上海查书 书不是都查过了吗 我 我真的是去查书的事了 那书到底怎么回事 我心里特乱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可能是吧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等大哥明天醒了再说吧 其实书的事我倒不是特担心 我是担心 我知道 我 我今天也 真的是碰到明尼了 真的是碰巧 我们搭是同一班火车 不过我和她 真的以后不会再见面了 嫂子你放心 我会对日记好的 这个道理我懂 行 那我就放心了 我相信你 行了 那我去睡了 对了 明天娘受日 别忘了晚上听戏 姐 我这么准备找你呢 我猜到了 所以干脆上来找你 进来吧 可以 舒涵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我就是上来跟你说一声 我今天去上海查书的事情了 我知道 子文哥跟我说过了 怎么样 有结果吗 没 没什么 我 我也就是去了一下就回来了 也没什么结果 我就是告诉你 怕你担心我 那姐 行了 我先下去了 瑞吉还给我热着饭菜 初晓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没有 你一定有事瞒着我 真的没有 一定有 其实我也猜到了一些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应该告诉我 你从小都是这样 如果有什么心里话 你都会跟我说的 如果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 就更应该让我知道 虽然我不是爹娘亲生的 可是我跟这个家里的 每一个人一样 把天一格都当成 自己的命根子看待 为什么现在要回避我 把我当做外人呢 那姐 行了 我先下去了 瑞吉还给我热着饭菜 初晓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没有 你一定有事瞒着我 真的没有 一定有 其实我也猜到了一些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应该告诉我 你从小都是这样 如果有什么心里话 你都会跟我说的 如果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 就更应该让我知道 虽然我不是爹娘亲生的 可是我跟这个家里的 每一个人一样 把天一格都当成 自己的命根子看待 为什么现在要回避我 把我当做外人呢 姐 我没那个意思 我从来 都把你当成我最亲的姐姐 你知道的 我也不是爹娘生养的 虽然我是犯家的人 可是 从小到大 我们兄弟姐妹 从来都是最亲的 这一点 从来也没有变过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主要是因为我 我这个人做事 从小就冲动固执 所以常常惹祸 我做了的事情就后悔 我后悔 我有时候想 如果当初我没做过 可能我的生活 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以前家里发生的事情 你都知道的 我总在想 多数事情 都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才不想 因为我的鲁莽 再弄成什么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 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 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会知道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不相互支持 彼此信任 那有很多可以避免的事情 就避免不了了 所以我更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淑翰 你告诉我 说了这么多 我想问一句 这件事是不是跟林少卿有关系 可能是 究竟怎么回事 舒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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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你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呢 我觉得 我们是一家人 虽然少卿哥没有真正原谅过我 可毕竟还是一家人 我相信有一天 他会把天忆哥的书还回来的 所以 我就跟谁都没讲 其实这也是爹的心思所在 他是知道一切的 可是 他从来没有张扬过 而且他还 促成你跟少卿哥的婚事 把这件事情 掩藏了起来 我想 他也是希望有一天 用心情和时间 来融解这一切吧 爹也许是对的 也许就是错的 爹也许是对的 现在还不能料定 就是少卿哥所为 他不会为了钱做这件事情 他不缺钱 那个密室我去过了时空的 那个密室我去过了时空的 可是 可能运到了什么别的地方 而且日本人 可能买到的只是宴品 所以 我再跟谁都没有讲 免得上误会 姐 你看你 我不告诉你吧 你不开心 告诉了你 你也不开心 我没有不开心 我只是在想 如果这些书 真的是少卿卖给日本人的 那我该怎么办 应该不会的 少卿哥不是这种人 等他来了 你问问他 就应该知道了 他应该不会跟你讲假话 希望吧 他应该也快到了 早晨用人说 他已经上火车了 莱宁波的火车 对啊 可是我去上海的时候 在火车上碰到他了 他坐的是去上海的火车 去上海的火车 怎么可能呢 姐 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 他肯定是有事 很快会过来的 对了 娘的生日安排 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 对了 你快下去吧 估计瑞姐还在等着你呢 我都给忘了 我都给你忘了 与你 我都给你了 有没有 我都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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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到那里 你给我想到 我都给你了 我都睡着了 怎么不叫我呀 看你睡得香 不忍心 你对我真好 饭菜都凉了我给你去热热去 凉了挺好 慢点吃本来就凉吃了会胃疼的 吃还真是饿了 那可不是一天都没正经吃过饭了 而且今天好像过得特别长 是觉得挺长的 要是每天都这么长 这辈子可真是太长了 长还不好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地 在一起过一辈子了 行了 咱们呀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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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吃了 不吃了 说看 你说 这真是年久失修 自己从扇味儿掉下来的 哥 你这问了多少遍了 你没看你两头都糟了吗 咱们家窗户啊 整天都是关着的 肯定是昨天晚上下那雨 再加上刮点风 它自己掉来了 幸好啊 没砸着人 对 这护书不渡 流水不虎 大少爷 茶期好了 舒涵 喝口茶 咱天一阁这窗户啊 老是这样关着 这真不行 幸亏啊 这书啊 还晒得比较勤 书是没烂 可是书整那棺子里边 也没人看 这书没人看 没人读 就跟烂了一样 咱家里规矩 真敢改一改 是 是 是得改一改了 是得改一改 舒涵 我那天一阁的书目 您给我刻版了吗 我刻了 还没刻多少 你得抓点时间啊 刻版了就印出来了 咱这印刷厂要是真办起来了 咱就把这一部分书目啊 勘印出来 让天下人都看到 首先不坏了咱家的规矩 同时还能让这些书活起来 你说是吧 我发现你今天挺精神的 我听嫂子说 你在戒烟 第二天 第二天 其实 不臭也挺好的 就是成天见 找点事 开开心心的 不总想着就行了 大爷这东西啊 最好还是别抽 能不抽啊 是最好 对 不抽的好 不抽的好 来 舒涵 来 我这书目 你可千万别弄丢了 我就这一份啊 我一猜你就要这么说 我呀 已经摆在子文哥那儿了 我 你信不过 子文哥你还信不过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 我信 可要是放到子文那儿 更稳妥些啊 你看 你还是信不过我 大兴啊 你算算咱们还差点什么 我觉得已经够丰盛的了 差了 还差最重要的寿床啊 对 阿强 挺好 有你们家一封信 也省得我跑啊 别 还辛苦一趟吗 瞧 这谁都横得出手啊 啊 辛苦一趟 那行 给谁过寿啊 提这么多东西 老太太 老太太 那我也去拜个寿 沾点福气 对阿强 谁的信呢 是云莲小姐的 谁会给她写信呢 肯定是姐夫 肯定不是 她这两天就回来写什么信呢 哎呀 行了 别猜了 快走吧 这天都快黑了 还要买寿面和寿陶呢 大少奶奶 走吧 小青啊 小青 小青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两天 我心里老是觉得挺不踏实的 我老感觉你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不是不相信 你刚刚在打电话的时候收到书了 我 我就满脑子想的都是天一格 哎 这 这跟天一格有什么关系啊 全天下的书都是你们家天一格的 别人就没有书了 你整天在想什么呢 那没什么小的 我一定会做 休息一下 我就失去了 不认识 哈哈 就说不 看着就让人开心 大哥 你现在 越来越像爹了 我可不像 爹的脾气比我坏多了 不过也是 还真没见你打过静天 打她 那你嫂子不得杀了我呀 我嫂子哪儿那么可怕 还是瑞姐好 温柔又贤惠 艾天也挺好的 很可爱 你说 艾天和静天 可以凑一对 反正咱俩是汤兄弟 对 等他们长大再说吧 都什么年代了 不行着父母之命 怎么着 父母之命就不要了 你看 我说你越来越像爹吧 你还不承认 你看你 行 你说 你说像就像 反正啊 咱俩都是当爹的人了 就是蕴莲是个心病 一直没有生养 行 不说这个了 你嫂子说你昨天去上海了 去查书的事怎么回事啊 这书不是开阁查过了吗 今天上午一直在忙 也没顾上跟你说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家里都那批书 爹也没跟你说过什么 我大约知道 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 爹不愿意跟我说啊 怎么又跟那些书扯到一块去了 好 阿诚叔叔 今天 你们家大人都去哪儿了 都在呢 可我们在外头玩捉迷藏 不能让姑姑出来 那我这儿有姑姑一封信 一会儿你交给她 行不行啊 好 谢谢阿诚叔叔 好 阿诚叔叔 哈哈哈哈 加油 我按住你这儿哥哥 你这儿也不知道你跳坏的 我去腰臉 啊 啊 好就腰臉 行哎 那就撐點吧 大新 大新過來幫忙哎 大少奶奶 剛才好像是姑爺過去了誰啊 姑爺 不可能吧 他我還能看錯 您少親 在哪啊 就往咱家方向跑了 你看錯了吧 沒看錯就是他 咱們別買了回家 這件事 你跟誰說過嗎 我只跟我姐說過 你不該跟她說 你真的不該跟她說 我是想 早晚她也會知道 與其那個時候知道 不如現在講 要不她會更痛苦 而且現在也不能斷定 就是少卿哥所為 也是 也許少卿來了 說句話就行了 哪怕是假話 那就等著 將來 將來慢慢地彌補嗎 爹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只要還是一家人 就有辦法解決 我真不希望是少卿幹的 哥 如果真是她幹的 你會原諒她嗎 不會 可如果是真的 我不希望玉蓮知道真相 我不想讓她受到這樣大的傷害 這件事 就等少卿回來再說吧 好嘍 我們要去玩肉麵堂嘍 好嘍 姑姑這是您的心 是我幫您放這兒的 姑姑我們去玩去了 早餐玩去 雲蓮無礙 如果你看到我這封信 就是我死了 我猜想日本人不會放過我的 我這些年糊塗地做了許多錯事 諒解我 天一哥的書在日本人呢 將來一定要想辦法取回來 少卿 少卿 晚安 快點 快點 廢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用再说了 你刚刚解释的我都听懂了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你先走吧 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我们 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你一个人 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 玉莲 你别过来 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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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请 我 你不用说了 这些 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可是还是发生了 不请 我知道 这就些事情 现在要我解释 我知道太晚了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不能帮你 可 我也不会把这件事情 张扬出去 就像爹当年活着那样 可是我们之间 已经 不再是朋友了 你走吧 如果 运连能原谅你的话 我会通知你 可是你记住 我 和我们范家 绝对不会原谅一个 出卖列祖列宗的人 我送你 请 请 你 我 伯欣你干什么这可是证据啊 这件事 以后谁都不要再听了 他妈的 日本人说今天来 到现在还不来 老子在这守了一天一夜 又饿又困 他妈不玩了 出去吃点热的 喝点老酒 给日本人干活 就得对自己好一点 要不累死了都没人管 吃点热 ест热 谢谢 收拾 好 谢谢 吃吧吃吧吃吧 哎吃吧 楊您多吃點啊 多吃點多吃點 娘 我敬您老人家身體健康 瘦比南山 娘我也敬您 娘我也敬您 娘我們也敬 老太太我也敬您 好好 今天呢娘高興 娘也喝 哎 哎 娘 不是我們不是不講話 是今天我們沾您老人家的光 再說 敏儀又煮了這一桌子的好菜 我們光顧著吃 還沒來得及說話呢 就是啊娘 平日啊我們也吃不到這麼多菜 而且今天晚上沾您老人家的福 有戲可以聽呢 是啊 這些年家裡過得緊了些 娘也幫不上忙 辛苦你們了 啊 今天大家够多吃點啊 哦 蘊蓮呢 蘊蓮 蘊 呦 哎男人嘛 就是應該做好外頭的事情啊 哎呀 哎呀怎麼竟光聽著我說話的 都吃飯吧 娘都好久沒聽到你們吃飯了 快來 好 哎 你不用陪著我了 我沒事了 你去忙你的吧 姐 其實之前我就想到了後果 所以我才 不用說了 你做得對 如果這件事情 交給我的話 我也會這麼做的 而且這件事情我早晚都會知道 即使她的信沒有被我先發現 我也會知道這件事情瞞不住的 我想少欣哥 一定是想自己解釋這個事情 更主要的是 是因為我 我之前確實傷害了她 還有林伯伯 還有若芸 所以 她一直 放不下這個面子 不願意求別人 不願意求飯家 這次我想 她一定是迫不得已在這樣做的 其實我知道 她心裡一直有一份恨 而且恨得這麼久 這麼深 給她看 她想不得已 她心想不得已 我心裡的 她會忘了 她會忘了 怎麼會不得已 如果她已經速度還測 ú 為了 她還是很頂負 她快要 Maga 她想不得已 姐 我还是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出去走一走 一会儿就回来 我就是想去跟子文哥聊聊天 没什么 那你别忘了晚上陪娘听戏啊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怎么跑过来了 今天不是老太太授日吗 一会儿我还打算过去 给她拜授去呢 对 明依晚上安排了听戏 叫你也一起去 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是啊 好啊 是在家吗 不 在新院里面 明太新院 就在那个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就是过来通知我的 我先走了 晚上见吧 紫文哥 我知道我今天不应该来找你 可是我心里乱点 不及了 全了 到底怎么了 你把它说出来 你心里边可能就会好受一些 天一阁的书 是少亲卖给日本人的 是少亲卖给日本人的书 你不能再喝了 再喝 你就真的醉了 想喝吗 想醉 醉了以后就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那是醒了呢 醒了以后 就像把想要忘记的东西 都又记起来了 然后你要是再想醉 你又去喝 喝完了又醉 醉了又醒 醒了 又记起来 这种感觉特别的痛苦 我知道 什么感受 你从来都不喝酒的 你有什么感受 我喝了 我我一直在喝呢 今天怎么喝酒了 你平时 不也是不喝酒的吗 今天你不是也喝了吗 我都是为了你 你胡说 根本就是想跟我一样 一样 跟我一样想醉 我是想醉 醉了以后 就会把什么都忘了的 那你这些年 是醒了的 还是醉的 醒了 从来没醉过 给她喝的 曹梦 自然 人 带来 开 开 我 开 开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特别特别想问你 那些戏 你保留了那么多年 你真的是为了纸 我是为了你 是为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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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